全球發突破事件 和體育的行為 形成的導演加持管 不過沒有影響到裁體的年生文化 歸立台灣時封 太后文化高有策略研究團隊 調查出發言 有策略過五三個過年 並不了解其他的年生出群文化 甚至這個學家和年出名出 文化和年齡的流失速度 做得更多 也要學習過小的部分 你會認為說自己是臺灣 這片土地上哪一個族群 應該就是新二代吧 就是新住民儀怪的 我的認同上是閩南人 那你會 你有了解自己的文化 我覺得自己沒有特別去了解 學生的有這樣的答案 跟年齡的國是差不多 台灣時封太后 佛摩尼生日都五十九四 包括全台灣各出群還有新出名的調查 當中 採個九三個年 認同這家的年生文化 五三有採個五三個年 這家因為沒過了解這家的年生文化 韓國會好農人了解這家出群文化的長途 也並學家出群跟年出名出韓國國 那在客語流失的同時呢 我們發現客家族群對於自己的這個文化的認識 顯然相對於閩南人是比較不足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相對語言的流失 也就伴隨著文化的流失 固然是現代化社會的關係 國會運用的情緒流失的文化 呢 百分之百生的經營因為 做的文化教育最重要的方式 每關於社會的實際去參加 國會照顧一般的舒服長因為 和文化教育的創守 家庭和比學校跟沙扁教育 和國後 學習服務員 平常是做的擁健等的問議對法 甚至樂觀營議和共議 附贈文化英國會對省法做起司 研究團隊 調查發現 議員這封修就在省法 韓國會主要在展現文化 女孩的風色 所以也建議政府主管部門 體驗下社會合計團隊的土曼文化 教育政策當中 鑑入國出血 營業者風色的相關高粹 打造有三個營養後續 更省法應用的反擊 從事導演出現文化 這位夾角非常適合 下一次問 蔡依肥曾欲閒 拖入北波濤